连接車迴轉 貨櫃壓扁休旅車三傷 貨櫃整個壓上休旅車 車內乘客沒有大礙 真是幸運 新北三峽附近路這處路段 昨天早上六點多發生車禍 在飲料的连接車迴轉時 後段的二十噸貨櫃拖車翻倒 直接壓到路邊停車的休旅車 休旅車上一家五口 三人受到情傷 我們停在這邊旁邊 然後我們準備要走了 結果他的車就過來 他就撞到我 我兒子是坐中間 因為他車壓下來有頂住 所以他在下面是沒有壓到 兩個人受到的 三個 沒有外傷就是有不舒服而已 駕駛座跟駕駛座後面的 就有一點比較不舒服 你老公有被壓到 對 他就是壓到 檢驕貨爆到場 救出受困車內的三十八歲 張姓駕駛 原本休旅車一家人 到機場要去泰國玩 因為車禍泡湯 警方還在釐清事故原因 動新聞 人平安就好了 泡島 隨便利引迫 紅色 駕駛 空 lung